红色代表喜气 而今年正逢龙年 龙在国人眼中 又是十分吉祥的虚拟神兽 就因为红色喜气龙又吉祥 因此在田尾公路花园内 花卉业者只要贩售 和龙有关的小品盆栽 都十分的抢手 漂亮吗 看开哪 看开哪 那什么东西 那龙头猪的 是怎么噴那种 黑黑的很漂亮 很吉祥 在家中很吉祥 因为今年跟龙相关的植物不多 所以这些植物 目前销售的状况 跟去年 有一个最大差别 就是销售一空 花卉业者表示 几乎以上价就被抢购一空的 有俗称小灯笼的红灯笼花 还有龙头花以及龙土猪这三种小品盆栽 为什么这三种花卉会这么抢手呢 今年农年在田尾公路花园 我们的龙土猪是一种爬藤类的白花 然后土一个红球很吉祥 很讨喜 然后尤其是一种龙头花 它的花形很像一个龙头的形状 所以消费者看到龙头花 大概都会买 还有一种就是红灯笼 还有慢锤性的一个特性 很像这个过年的一种灯笼的吉祥的感觉 这三种植物呢 今年在田尾花式都卖得相当的好 过年应景的植物盆栽有许多 不过只要是红色的就特别淘喜 更何况今年又是龙年 所以有些花明当中有龙的 自然就特别受到青睐 能够在龙年的时候一枝独秀 公益频道许为珍田尾采访报导